不外乎就是清除啦 清除非常比较简单 你输出之后都爱个清除 那清除的话就是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让它k 栏 sales i 豆点 k 等于空置串 它就清掉了 那输出资料的话 不外乎就是说 全部都用什么 用那个vba来完成 也就是 它的处理里面是只有看到结果 也就是它把最后结果输出到这个格子里面 另外有一种是把那个我们刚刚的这个地址 直接输入过来 也就是你将来这两种方法哪一个比较好呢 其实看你实际上的需求啦 如果你已经本身都做好了这个对不对 那你就是 也不想要再动脑筋了 因为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我相信你想出来 恐怕会让你的脑细胞死掉很多 因为这个 其实还蛮花 但是也有种成就感 但如果说你今天只是阶段性的 你希望可以把它输出 所以这边有个地址公式 这个你有没有放过来 它是输出公式 这个我想前面都讲过嘛 那我讲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只是要输出公式的话 第一个你必须先把这个公式先做出来 对不对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说跑一个回圈 也许你这个清除写完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清除复制贴上 也许叫做地址那公式好了 然后呢 再清除是空置串嘛 把那个空置串里面贴上什么 贴上这个已经写好的公式 贴到那个空置串里面 但是呢 有两个原则 其实前面我已经好像讲了蛮多次的 如果有些遗漏的话 请回头看前面的影片 都有讲到 重点两个 其实你想要把这两个这个把它当公式背起来 我想应该我用了很多次好像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第一个 如果它里面本来是单引号 不不不 一个双引号 你就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两个 对不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说呢 你这边原来是裂号的话 然后就要把它改成 I 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的话就裂号啦 那你怎么知道要改哪一些 你会发现 哇这里 一个二两个三个 那哪一些需要改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判断 你如果游标 放在第二列的这个 追二的储存格 你如果往下 追三 两个这样子切来切去 有没有看到有变动的 有看到的 就是要变动的 所以里面只要看到二的 有没有 其实应该全部都要把它改成I 那变成说你要改很多地方 那特别注意 改错一个地方都不行 改错一个地方 它就会变红色了 那你要非常的小心 不过呢 也还是有一些小技巧 我讲过了 其实你可以用取代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反正第一个 这个一个变两个 那不是就取代 一个变两个取代好了 反正取代一定不会错 第二个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二怎么样 也用取代的嘛 取代什么呢 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两个AND移到中间 放个I 然后串接符号前后再加空白嘛 这个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你就可以把它也是取代 那就可以有这个地址公式了 所以我这边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先清除 对不对 那做法上面的话 第一个 我们一样先在那个VBA Visual Basic这里面的话 先插入一个什么 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叫做地址清除好了 这个按确定 然后呢 在for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这个已经讲过了 所以就直接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地址公式的话 你就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它上面的名称改一下 不过这一串特别长 就把它 重点就是怎样 这个上面改成地址公式好了 那这个里面就是放我要放的公式 不过这个公式 非常的长 这么长一串 你直接贴上 恐怕会有问题 那我刚刚讲过 你把它复制之后 我建议你直接贴到哪里了 贴到那个记事本 这个记事本贴上之后 其实 你只要掌握要诀 只要不要弹错H就取代 一个 取代成两个 全部取代 第二个的话呢 把那个2 取代成什么 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and and 再移到中间 再打一个i 对不对 前后and 前后要串接要空白 这个应该有印象 应该这里已经做很多次了 所以我就直接全部取代 只要不要打错 你这个如果打错 全部都错了 但如果没有打错 全部取代之后 你其实事情就做完了 Ctrl A C 然后再把它贴过来 贴到我们公司的这个 贴上 这样就完工了 试试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做完了 对不对 直接按下去 全部OK了 所以 再复杂的公司 你也不用担心 反正就这两个诀窍 这我经常在试 没有问题的 这已经算是最简单的 你可以做得很 把很复杂的东西 照我刚刚的方式做 也没有问题 因为不外乎 就是这两个地方 好像还没 应该没有第三个 如果有请你再告诉我 因为想来想去好像没有 因为我已经尽量把它简化到简化 那你 因为我们这学期讲来讲去 这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OK 那只要你没有做错 也不用管那个 要找问题 因为为什么你 你要一直找那个出错 因为就是你前面就做错 后面 那找错其实是最头痛的地方 因为你可能就卡住了 卡住的话呢 当然也会影响你的那个 使用这个VBA的心情 所以 只要你没有错 马上可以结果出来 然后一个清除 OK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还蛮建议各位可以多多去试它 你只要你平常有用到的地方 你就把它变一键完成 这样你以后工作上面 都会出现很多的按钮了 那以后的话 你不用再下公式的 按下去就好了 那感觉其实还蛮 应该还蛮不错的 因为之前有很多同学 我有问到好几个同学 他们就是会来学这个 就是因为他看到其他同事 有很多按钮 但是他没有按钮 感觉上好像人家有按钮 自己都没有按钮 似乎感觉 而且也不知道说 这个按钮怎么做的 但是觉得它很神奇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的工作里面呢 每天就是按一下 按一下 全部通通 那你会一直想要 很多地方通通就 以后就通通按按钮 就可以了 不过阶段性的 好 那做完这个之后的话 我想应该就没问题 但是会有另外一个衍生性的问题 因为呢 这个公式太长了 所以呢 有的时候你希望怎么样 能够再看到那个细节 那通常会怎么样 通常会移来移去 可是这样感觉不是很好 那要怎么样可以把它 接在一起 那我讲过 你不能随便Enter 有同学就随便想说 这个地方按个Enter好了 然后再按Enter 你会不要移开 它马上出现什么 编译错误 因为呢 你不能随意的换行 如果你要换行 我讲过 你找到有I 的前后的Enter 我建议后面这一个 后面这一个 的空白 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底线 有没有 应该如果有忘记的话 其实 可以回 回去看一下 底线 就是 有两个Enter 对吧 后面这个Enter的空白的地方 或者你可以再加一个空白 没关系 空白底线 再加Enter 你如果移开 没事 然后再到那个 这个也是一样 记得就是找 I的前后的那个Enter 我建议是后面这一个 在空白的后面 加一个底线 空白底线 Enter 好了 有没有发现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把一整行 很长的 就让你看到了 那这样的话 你以后撰写程式 你也不需要说 如果有问题 你要去修改 你要拉来拉去 拉来拉去的 这种问题发生了 那尤其是 你的公式冗藏的时候 尤其有必要 所以顺便讲一下 就是在 一般习惯的 当然你在前面这个 前面这个跟后面都可以 不过我的习惯 是在后面这个 空白 再加一个底线 再一个Enter 就换行成功了 那你多做之后 其实这也没什么了 做久了习惯了 它就会很自然 你就一看就知道 哪里应该换行 OK 好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主要是把那个地址清除 跟地址公司先做出来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